不说 二点六万人的 联合国非盟混合维和部队 以结束达尔富尔的危机 应联合国邀请 中国政府派遣了一支 由三百一十五人 组成的维和部队 参加联合国非盟 在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 维和行动 遵照联合国非盟达尔富尔 特派团的命令 今天中国赴苏丹达尔富尔 维和工兵大队的打警分队 开赴达尔富尔的 科尔阿败奇地区 执行为驻守在那里的 联合国维和部队 和当地民众打警的任务 我们所在位置 由苏丹解放运动 某个派员控制 而且近期 他们活动比较经常 今天由我们在此执行 勿探作业 为了我们人员装备安全 特提以下几点要求 大家都知道 这个苏丹内战 争夺水资源 是这个主要原因之一 我们来了达尔富尔以后呢 也没想到啊 当地老百姓用水这么困难 到处寻找水源 在旱季炎热干旱无语的日子里 生活在科尔阿败奇地区的 妇女儿童 她们每天都是这样 在为水而奔走 为水而老路 每天都可以见到 妇女和儿童 为水而奔波 看到无数的儿童 在我们的营区周围 向我们要水 对于部署到这里的 联合国维和部队来说 他们也同样密林阵 要迅速解决 生命之水的问题 为了解决 科尔阿败奇 2000居民的用水困难问题 派我们中国工兵 在此完成一演 40米的供水井任务 现在中国坦桑尼亚 这两支来自 不同国度的维和部队 在异国他乡 携手同心 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 就是要在这沙漠丛林的深处 打出一口水井 解决联合国维和部队 和当地民众 急需的生命之水 我们这支部队主要担负着 找水打警的任务 解决联合国部队维和人员 和当地军民吃水用水难的问题 作为集水分队的指挥员 我深知自己身上的责任重大 作为生活在这里的部落首领 当然深知他的民众为谁所困 所以当得知联合国维和部队 要在此打警时 当地的部落首领便第一时间赶来 代表他的民众感谢联合国维和部队 来到这里为他们打警 然而尽管当地民众十分欢迎 但此地的安全局势却不容忽视 我们现在执行任务的地区 有多个武装派别组成 当年是苏丹达尔夫尔地区 内战的重点地区 由于联合国维和部队刚刚部署到位 加之苏丹大选临近 对我们联合维和部队来说 安全形势十分严峻 面对这样的安全形势 担负中国维和打警分队 护卫任务的坦桑尼亚维和部队 深知责任重大 所以在打警之前 他们的首要任务 是修建防御攻势 以背不测 就在坦桑尼亚维和部队忙着修建防御攻势时 却出现了一个始料未及的问题 当地的一个武装派别 前来提出了一个让中国维和部队 尤其是坦桑尼亚维和部队难以接受的问题 这个武装派别的指挥官不仅对在打警营地 构筑防御攻势提出了意义 而且说该地区是他们的势力控制范围 根本用不着坦桑尼亚维和部队 为中国维和打警分队提供保护 他们有能力也愿意为打警作业提供保护 如果不这样的话 他们就不能保证在此打警作业的安全 近期联飞打团多次通报 联合国维和部队遭受不护武装人员袭击 造成联合国维和部队人员上网 武器装备被抢 对我们积水分队来说 同样面临着这个问题 做好分队的安全工作 做回指挥员官兵的生命安全 是我们时刻要考虑的问题 几方会晤在看似友好中结束 面对这一情况 中国坦桑尼亚两支维和部队的指挥官 不得不做出了停止工作 撤离现场的决定 这一撤离就是整整三天的等待 三天后 在联合国飞盟达尔福尔特派团 与当地武装派别的不断斡旋 和当地政府的多方协调下 中国维和打警分队 才得以继续执行打警任务 这个时候 打警作业点的四周 却发现有许多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 在活动 据联飞打团通报 联合国维和人员 最近屡次遭到 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的袭击 有的骑着毛驴 有的骑着骆驼 开着皮卡车在四处游荡 当地呢 由多个武装派别控制 有的呢 对我们很欢迎 有的呢 也反对我们再次打警 我们施工点附近呢 包括这个白天晚上 经常能听到枪声 炎热 酷鼠 机械噪音 我都能克服得了 最让我担心 害怕的 就是遭受武装分子的袭击 站在操作台上 我心里有点虚 不知道在丛林的深处 是不是有一支枪口的队击 不安适事的孩童 再回想起那背着枪支的武装人员 两国维和军人内心翻腾的 是一种莫名的惆怅 可就在两国维和军人 刚刚回到营地之后 营去的四周 却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枪声 一股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 向天空随心所欲地开着枪 从营去西南向东南方向移动 另外营去的东北西北两个方向 也同时传来密集的枪声 伴随着人员的呼喊声 汽车的轰鸣声由远而近 向营去东南方向的村庄集结 由于事发突然 负责营去安全的 尼日利亚维和部队 一时间也搞不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但营去四周密集的枪声 伴随着此起彼落的叫喊声 忽远忽近 一直没有结束的意思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派别之间的武装冲突 还是另有原因 好在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 没有再往营去靠近 也没有袭击营去 但这个夜晚 对于尼日利亚的哨兵们来说 是个紧张而担忧的夜晚 这个夜晚 对于整个营区 包括中国维和军人在内的 所有联合国维和人员来说 是一个难免之夜 清晨 中国坦桑尼亚两国的维和军人 又来到了这打井作业的现场 一到现场 坦桑尼亚维和部队的指挥官 便针对昨晚的情况 和周边的安全 对他的士兵们提出了加强警戒 确保钻井作业安全的要求 而对于中国维和部队的指挥官来说 钻井作业进行了第二天 今天安全的压力只是起义 昨天晚上我们营区附近 一夜枪声不断 我在私工县城 一是要面临着安全的压力 二是这口井什么时候打出水 现在人身安全和天气炎热 对于我来说已经不算什么 我现在最着急的就是早日出水 中国工兵自部署到任务区以来 以为连飞达团官兵及当地民众 打出了多艳水井 受到了联合国联飞达团 苏丹政府及当地民众的高度赞誉 这是我们第一次远离营区 执行钻井施工任务 能不能完成此项任务 我们面临的困难和压力比较大 根据连飞达团水资源和环境部门的要求 这口井的钻井深度是四十米 也就是说中国维和达井分队 只要钻井深度达到四十米时 就可以说是完成了这口井的钻井任务 这对于具有现代化装备的 中国维和达井分队而言 假如在国内 他们完全可以挺直腰板大声地说 保证完成任务 但是非洲陌生的地理环境 陌生的地质结构 能不能打出水 中国维和军人水也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更何况这口井的雾探 不是中国维和达井分队自己做的 这些水井是由联飞达团雇的地方一个公司 勘查和定点的 我们自完成它的钻碳施工任务 所以这些井出水一否 我们心里都没有底 钻头继续在高速的飞转着 钻杆也在不断地向下延伸着 突然出水了 这水对于外行人来说是喜悦 但这水对于中国维和达井分队的官兵们来说 不仅没有给他们带来喜悦 反而带来了麻烦 已经出水了 我们应该是改泥浆钻尽 时间必须得加长 好 加长把压伸车钻尽箱抬干 泥浆牙轮钻尽是相对安全又高效的一种钻井工艺 但是钻这样一口井 需要用水车拉来上百吨的水 可水从何来 对于严重缺水的克尔阿白奇地区来说 近百吨的水无异于天方夜潭 所以一开始中国维和达井分队 就只好采取了空气压轮钻尽的方法 现在该怎么办呢 现在该怎么办呢 我想这个水位在17分里 在到18分之间 刚才我们把水位开干净之后 我们可以继续采取鸭轮钻尽 经过一番研究 官兵们决定继续采用 空气压轮钻尽的方法 这虽避免没有钻井用水的困难 但它的最大隐患 就是会出现塌井事故 为了避免事故发生 唯一的办法就是 技术工程师和操作手 对钻尽过程实施严密的监控 苏丹素有世界火炉之城 三月的苏丹正值旱季 更是干热无语 在这沙漠丛林的深处 给人们的感觉是酷热难忍 现在我们司工现场 地表温度60度以上 为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我们官兵还要穿戴上 防弹背心和头盔 导致了每天 都有说明战士重数 现在对于士官赵继超来说 冒着60多度的高温 站在操作台上 在阵容发聩的机器声中 忙个不停 无异于在轰鸣的火炉中历烈 每天我们在炎炎的历史之下 头顶肝盔 身穿防弹背心 一干很长时间 有时候我的身体也感觉到承受不住 但是想到当地小孩 向我们伸手药水的情景 我还是挺过来了 坦桑尼亚维和士兵 尽管出生在非洲 生长在非洲 但在这六十多度的高温下 穿戴上防弹背心和头盔 鹤枪实弹地站在如火般的太阳下 和中国维和士兵一样 中暑也是在所难免的 此时此刻 对于坦桑尼亚维和士兵来说 这些中国独有的中药是新奇的 更是神奇的 涂抹在脸上的感觉是好的 可这喝在口中的滋味 着实有点难以接受 味是苦的 但心是甜的 维和战友的友情在传递 两国官兵的友谊在发展 钻杆在不断地加场着 士兵在不停地操作着 钻杆在向下延伸 钻头在飞速旋转 可是除了那点少的可怜的水之外 始终没有再出水的迹象 当地老百姓 听说我们在这里为他们找水打井 十分高兴 每天都有许多民众 来询问我们打井情况 他们也期望着我们早一天能够打出水 目前近迟三十米 还没有发现寒水源地层 同时也加大了我们收工的困难和压力 作业现场马达轰鸣 旋转的钻杆在不断延伸 虽然已经超过了四十米的钻井深度 但依然没有任何出水的迹象 这且使得中国维和打井分队的官兵们 十分地懊恼 我们目前已经打到四十米 钻井任务已经完成了 科学就是科学 钻井出不出水 并不以人们的激情 人们的期盼 和人们的意志而转移而改变 这些井打不出水 无法沉井这个事实 最终无情地摆在了中国维和打井分队官兵们的面前 按照连飞达的要求 我们必须按照他们的要求 和他们测定的污潭点上进行施工 对我们来说工作是被动的 另一方面由于受污潭技术和调节的限制 即使我们自己污潭定点 也不能保证能打出水 两天后 联飞达团考虑到科尔阿败奇地区错综复杂的安全形势 命令中国复苏丹达尔富尔维和工兵大队打井分队 和坦桑尼亚维和部队一起转场至达尔富尔的尼亚拉地区 执行打井任务 中国坦桑尼亚两国维和军人 离开科尔阿败奇的时候 他们的心情就如同这天气一样 是带着遗憾和郁闷离开的 盯着漫天飞扬的沙尘 两国维和军人又风尘仆仆地 执行新的任务 三天之后 在这漫天的风沙中 中国维和达井分队 又在新的任务点开转达井 这岩井施工点这个周围 民社情不是很复杂 相对来说对我们人事安全 威胁不是很大 新的任务点 因为是苏丹政府军控制区域 官兵们的人身安全 应当说有了一定的保障 没有了往日提心吊胆的感觉 如临大敌的紧张 但是另一个新的问题 很快又出现在 中国维和达井分队官兵们的面前 目前钻井来看 这岩井这个地质条件很复杂 在技术上 这个钻井难度很大 这口水井呢 地层是由花杆岩和片麻岩组成的 打这口水井呢 我们的雾碳曲线的反应 它到四五十米才能见到水 尽管地质结构复杂 但工程师徐海生内心是高兴的 因为多年的打井经验告诉他 只有在这种变层中 才会有利息水的产生 也就是说这口井 徐海生工程师是有把握打出水的 但是能打出水的喜悦是短暂的 因为守技术条件和复杂的地质构造的限制 瞬息间就可能使你的喜悦划成泡影 在钻进过程中呢 由于地层比较坚硬 它的裂隙呢是比较多的 在打的过程中呢很容易造成 咱们的垂头断裂 我们要避免这种孔内事故呢 唯一的一种办法就是 钻进速度和隔进速度要放慢 目前这个吃水问题已经变成这个影响 这个维和部队正常部署的重中之重 影响了维和部队的正常部署 所以联飞大团近期给我们下达的任务比较多 我们这个工作进度也是比较紧 我们的施工工期又不允许我们 隔进速度和钻进速度要放慢 这是一顿矛盾 任务重 进度紧 为了在保障钻进速度的前提下 尽量避免事故的发生 官兵们只好增加自身的劳动强度 采取每十米提钻检查一次 并且适时对警下设备进行维护保养 然而当第三次提钻检查时 官兵们不愿发生的事 不愿见到的情景还是发生了 垂头不见了 由于上层没水 这个我们这个冲击垂头呢 在这个孔内 它要每分钟要上千次的来回的震动 来回震动的过程 这个围管它这个磨得太热了 引起这个围管变形 然后造成了整个垂头的上部断裂 掉到井里头了 我们现在呢就无法钻进 必须得把这个垂头打捞上来 这能粘上来 路到井里的那个垂头长约三十五厘米 重约五十千克 现在徐海生工程师要指挥官兵们 用磁性打捞器 把断掉了的垂头用磁力吸上来 如果打捞不上来 就无法继续钻进 说白了就是前功近期 这口井也就成了废井 我们在上面呢稍微思路一下 这个磁力性打捞器 还能把它吸住 就是下一步我们看放到孔内 它由于有这个盐粉啊什么 或者是石头啊石块啊 能不能把它卡住 我们能不能把它打上来 这是一个运气问题 京城所至今时为开 也许是被中国违和军人的辛劳所感动 今天中国违和打井分队官兵们的运气是好的 他们很快就捞出了断了的垂头 在滚滚的沙尘中 在中国违和军人的辛劳下 这个令人兴奋的情景终于出现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 中国赴苏丹达尔福尔维和工兵大队 打井分队 不断地打出了一口又一口甘甜的水井 有效地解决了连飞达团维和人员 和达尔福尔地区民众的生活用水 水是生命之源 水是生存之本 达尔福尔曾经为水而战 但愿有了生命之水 达尔福尔从此走向和平 达尔福尔人民过上安宁幸福的生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杜允 沙º百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杜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杜允